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鷹甲繼續打比棍主場迎戰柏頓 主隊賽季至今,聯賽表現不錯 目前高居積分榜前列位置 金像面對近期各項賽事連場不勝的柏頓 打比棍應該有力全取3分 打比棍今季在鷹甲表現相當進取 25輪聯賽,目前在小賽一場情況下取得15勝4和6負 排在積分榜第4 贏球長次和前二的朴慈茅夫、比德堡 還有同樣位居前陸的牛津聯相同,整體發揮不錯 去年11月以來打比棍在聯賽中保持足夠的穩定競技狀態 除了今年首戰輸給比德堡,另外10場比賽豪取9勝1和 期間進攻效率令人滿意 有多達8場入至少2球 同時亦能夠保持5場0風 前鋒哥連斯發揮至關重要 這位愛爾蘭前鋒最近兩場聯賽入3球 聯賽至今全勤出戰累計11球交出一次助攻 今仗應該是球隊爭勝的一大利器 至於另一邊,過去多個賽季 白頓在鷹甲都沒有交出特出的成績 1920賽季以來,過去四年 他們完結賽季之後的排名都是積分榜下半區 球迷對他們平庸的競爭力已經見怪不怪了 但要指出白頓今季聯賽作客就好像宋芬同志 前13場比賽取得2勝3負8和 總共入7球但就失了21球 攻防兩面嚴重失行 並且外6場鷹甲作客處於1和5負 其中4場比賽無法破門 更不利的是白頓上季至今三次面對打臂棍處於1和2負 當中今季首循環交手主場輸0比3 今仗出戰,想要避免失利難度應該多大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 Bye